接下来简单讲一讲 这个侧弦和弦球的动作要领 和拉高调前冲相比 侧弦和弦球因为引盘更便宜实体后边 然后呢需要你注意的就是 板头应该比正常情况下 一个是高位点 在一个稍微低点出手的时候稍微低点 不要像这个前冲高调的时候 板头上去顶 这个基本上是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板头要稍微下了一点 然后勾一点手腕去拉 接手到球的侧边侧上或者是侧下方 都是可以的 如果在中台或者中远台下降期的球 一般接触的是侧面或者是侧上方 接触到侧面呢就是侧线多一点 接触到侧上呢就是拉的是一个侧上圈 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 到底摩擦什么样的位置 如果这球我想要我角度大一点 可能我侧线加的比较多 落到对方呢正手位 那就是往 他正手位的一个大脚拐的比较严重 如果你上线加的多呢 他可能往前跑的能快点 尤其是二速往前顶一点 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 摩擦拍的位置 摩擦球的位置 包括你的发力方向 都有关系 如果是侧旋呢 拉侧旋多的 就多往前走一点 比方说你拉侧上 你可能球牌要更往上一点用力 总之啊 这个侧旋和弦球 不要太依赖于小臂的力量 它还是身体带着大臂去 每个人都是相机的 人身体带着大臂去 重新的一切 分线 也是一切 如果您对象 这些时候 那一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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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